新闻介绍的关心的是 嘉义官第一间有用于安林家 并开用之后 迅速是也马上来认识 但有用欠缺经费这千两百万左右 为在台南市的新公大学书生 也在后来没看 要来到小天 在这次的活动中 其实也希望做到的事 就是不管是我们募款人 或者是捐款者 都是可以发自内心 然后是出自于自愿 而不是因为被迫 像我们在募款当中 有人会觉得说 我们围着一群人 我不希望造成是 可能围着一群人会有那种压力 所以我们希望营造的是说 他们是自动自发 然后是自愿来捐款 还有捐发票 而不是 这个学期有开一门 承道的通事课 叫做成功学 在成功学里面就是 我有跟大家讲 其实成功的定义 应该不只是那种赚大钱而已 其实成功应该是 也要包含 就是除了自我的目标 设定 还有达成目标之外 要在整个过程当中 也可以让其他人可以受惠 很感谢就是我们成功大学 这次在寒冬送软 那让我们的工程款慢慢从380 慢慢下降到200万 那谢谢各界的三星人士 帮忙安忍驾驭 疫情吃民家标识 无论 不过 还要让孩子 一个素食的生活 安静家层 是让不幸的孩子 一个中心生活的地方 也是背后 孩子独立资助 社会吸引领域 但是 安静家层 优优优独立资助 优优独立资助